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刘寒竹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韩剧带动韩国料理大行祈祷 而在台北有一家24年老字号的韩式餐厅 由叫来台湾的韩国人李荣基创立 然而他去年奏事 儿子月宝和一间扛起老店 传承道地的妈妈味 像是蜜匠烤牛小排 血浓汤 海鲜煎饼 都是韩心来台必点的好料 而事实上月宝和打的一手好鼓 却因为年轻时心高气傲 错失了出道的机会 如今他把Rock变成Cook 有好手艺缅怀母亲 可以的我还是无爱要怎么在做夫妻 永远不会忘记他 不会 我希望能够有好的生活的话 他可以赶快去投胎 但是在投胎要喝孟婆汤之前 要记得回来看我们 一开始一定要先大火 要有这种吱吱作响的声音 然后再来翻面 这东西烤了25年 肉汁会慢慢慢慢浮出来 到最后再开大火 让它收汁 把清华都锁在肉里面 长厨的二代老板 37岁的月宝和 长相像是韩剧里的欧巴 因为去年过世的母亲李荣基 正是韩国人 早在1995年 韩国料理还不流行时 就开了这家店 他的烤肉就是有最正统的韩国味 就是妈妈最主要的秘方了 这就不能讲什么了 总之就是很多很多水果就对了 大量的水果的话 可以让肉质比较软嫩 像有很多人打嫩筋什么的 我们家都不放那些东西 用天然的 妈妈一直强调用最天然的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好吃的 月宝盒只透露其中一味是水梨 酵素提出肉的嫩度 当然蒜泥酱油 胡椒和糖不可少 腌出来的肉可是韩兴聚会善的最爱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来台湾拍片的时候 经常剧组下午 拍戏拍到下午的时候 他指明说一定要来吃这个 大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我们都在休息 我就会特别起床帮他准备这个东西 因为他好像来台湾拍戏 一拍就拍两三个月 没有办法回去吃到家乡的味道 他觉得这个很有 有那种四香的感觉 含味十足的还有这一大锅血浓汤 只有清水加上牛大骨 不关火熬上足足72小时 才能熬出这雪白浓郁的汤头 当然李荣基也是有留一手秘方 最关键的东西就是 鸡啊 牛鸡 牛的鸡 这个不好买到 这个都是跟我们合作了很多很多年的肉店 特地留下来给我们 这也都是当然是跟妈妈的关系 所以他们才会特地留给妈妈 牛骨的鲜美 牛蹄的胶质 在汤里完全释放 看得出来月宝盒 尽得母亲真传 妈妈有一次把我叫过来 然后她就这样子 用高汤滴在我手上一次 然后要我搓一搓 搓一搓 大概静待个几秒钟之后 然后她会告诉我 你去感觉你的手指的感觉是什么 我说会开始慢慢慢慢变年 变年完了以后 然后你会 她叫我两只手握紧 然后你会这样子出来 因为它还有丰富的胶质 它会有一个黏性 所以每个人在喝完这一碗汤之后 嘴巴 嘴唇上面都会黏黏的 加入牛尾 肉片和韩国冬粉 热乎乎穷了一碗 让人暖到心头的温润妈妈味 它是那种牛骨里面的 非常鲜的喝起来入口情况 所以我们绝对非常非常驱惧啦 可以养颜美容一下 那你觉得它那个牛肉入味程度怎么样 非常好 对 完全入我们的胃口 合我们的胃口 海鲜煎饼更是韩国料理的必点家常菜 融合了韭菜 洋葱 胡萝卜的面糊 下锅时铺上满满的鱿鱼虾仁 同样也有理容机的影子 像现在这个时候腌大了 我们就必须要赶快把锅子给拉起来 这个时候煎饼的一边翘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翻锅了 完全不会嚼 这是经验 不换成方便的平底锅 要留住的除了妈妈的手感 还有累积了二十几年的祸器 它是有历史的锅子 要我丢我也真的舍不得丢 所以我们去年改装的时候 有考虑说这个东西要不要换掉 换成新的 放这边弄一个韩国式的 那种街头看到的大肩板 我说不要 我还是要用妈妈的方式做 我也舍不舍换 她把我养大了 巧手煎出厚实的海鲜煎饼 外焦酥 内松软 韩流明星 李炳线 李英爱 Big Ben都爱吃 它用料很实在 然后就是脆脆的 然后腰起来口感很好这样 你跟韩国吃到的比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差很多 就是很道地的味道 用作喝一汤 这个煎饼在七年前 就是我姐姐的抖衣 做出来的煎饼 那现在姐姐也不在了 店面也更改了 当然这个煎饼我还是 最吃火的口味的煎饼 我们菜市也满满 每个菜都很丰富 满满的 然后客人也是满满的 第一代老板餐厅的灵魂人物 李永基续年病逝 继续撑起这家店的 除了儿子月宝和 还有爸爸月永文 有他们两个坐镇内外场 首课才能安心 算他往生的事 我到现在还没办法走出来 所以来这边吃料 你就会想到他 对啊 所以我是他的一家二人一样 我非常想念他 真的 那有觉得他儿子有得到 他手艺的争传吗 有 有的 对啊 所以有几个新菜色 但他味道都没有变 回想当年李永基嫁夫随夫 跟着韩国华侨月永文 来台定居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水土文化都不符 只有投入料理的世界 才能让他一解相愁 他会有一种较劲的心态 就是觉得 你们做成这个样子 可以开餐厅 干脆我自己来开给你们看 好了 而且说实在话 那个时候很多同期的人 都会来我们家吃饭 以前没有手机 因为不能拍嘛 因为有网路 就是靠这个淤记 修写的 每天都在写 每个地方写的配方 加什么材料 他都偷学回来了 回来就研究了 身为韩二代 岳宝和的身份 从小在同学中就很特殊 尤其1992年 中韩断交时 更让他处境艰难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说 不要跟岳宝和说话 他们跟我们断交了 他们不是我们朋友的 然后就他就不跟我说话了 然后那个时候 会为了很小的事情 来欺负我 找我麻烦 会把我的东西给丢掉 岳宝和面对在学校的不愉快 还有母亲韩氏的严格教育 直到16岁 接触到摇滚乐 改变了她 在打鼓的世界中 让自己情绪彻底解放 一心想要玩乐团 想要离家里的厨房 越远越好 以前因为我们餐厅地下室 有承租地下室的店面 我礼拜六不回家 我直接从大概洗碗碗 九点半十点开始 一直打打到隔天早上 早上七八点 还把一楼店面的租客给赶跑 因为实在是太吵了 那个时候还是叉叉西服 在我们这边一楼 那我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打鼓 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也不懂得什么叫尊重 不管 你越是抗议我越是打 就一直打 一直打 后来他们说不足了 我不住这个店面 有天分肯练习 月宝和一头栽进打鼓的世界 到处比赛获奖 开始展露头角 甚至还参与了 天后张慧妹的MV演出 手中的温柔 还在我心里逗留 爱情却已变成停歌的尽头 感觉少了些什么 外形与实力兼具被经纪人发掘 但月宝和不肯接受包装 走视觉系乐团路线 最后竟然惨遭被分手 整团都出道 独留他一人 你要画一些视觉的妆 要擦指甲油 然后可能要画一些眼影 跟黑的黑唇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说我不要这样子 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因为我 而说好 那没关系 麦可不用做 没关系 那没想到就被踢掉了 音乐梦就这样不见了 演艺之路断得离奇 成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 25岁时 月宝和选择 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 去澳洲打工度假了两年 好好沉淀自我 进入海啸那个时候 让家里面的生意 遗落千丈 真的是腰斩 生意都腰斩了 然后我 我知道 我也是到了澳洲之后 在厨房工作 我才可以 我才了解到 原来妈妈 在台湾是多么多么辛苦的 经营一家餐厅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在国外 帮着别人做事 家里面这么需要 我何不就回来呢 两年的时间 让月宝和更成熟稳重 回家专心跟妈妈学手艺 也因为寒流当道 说服妈妈 加入年轻人喜欢的菜色 改良开发这道春春辣鸡 满满起司的咸甜和香辣 彻底融合 辣味很够 真的 蛮推荐 想去韩国 但去不了的人来这边吃 有觉得辣得很过瘾吗 爽啊 辣得过瘾 真的非常过瘾 都流汗了 它这个辣其实非常特别 就是因为它跟外面的 做法不太一样 就是里面多了很多的蔬菜 就刚刚老板有介绍过 那吃起来的时候 是真的还蛮特别 就是除了口感 很多从事的口感以外 然后就加上就是它的这个 酱料的味道 非常的搭配 大分量的地瓜 高丽菜和带骨鸡腿肉 与韩国辣酱 香油 酱油炒得红翻天 保证让人吃到停不下来 超级满足 这道菜其实在韩国的做法 也是不断地要在桌边 不断地拌炒 直到它的肌肉 可以很轻松地分离 地瓜也是 妈妈永远都说用料不要手软 就让客人吃饱饱 字字句句 都心心念念着过世的母亲 因为李荣基实在走得太突然 去年初她突然腿部肿胀 痛到无法走路 紧急就医 做了很多的检查才知道是止斑症 血小板功能不全 就我们一般人被刀划伤啊 会流血有个小伤口 我们按着就会止血了 可是我妈妈血止不住 她应该在过年的时候 撞到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以为只是瘀青而已 她就没有讲 但没想到 其实那个瘀青就代表了出血 她体内开始大量出血 所以脚才会肿起来 曾发现到离世只有短短三个礼拜 什么都还来不及交代 那一天 岳家就像垮了一样 我们十七十年的感情 她的白日三个月没有出门 那个时候会崩掉 大家都想不到 突然间人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以为是是虚果了吧 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 回家一个冷清清的一个人在家里 看着墙面 看着床铺 一个枕头还在那里 脸上不见了 我不哭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我哭了 我等于接受了我妈妈离开了 我一直没有哭 直到我妈妈告别式那一天 在她的耳朵旁边 我有再跟她说了几句话 那个时候 我才稍微有点宣泄 我哭了 我跟她说 我说谢谢妈妈 你把我照顾得这么好 然后我从你的身边 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请她不要再担心我们 母后半年 改装店面重新出发 擦干眼泪的月宝盒 不再是那叛逆的Rocker 手里拿的 从骨棒变锅铲 唯一不变的是妈妈的食谱 与多年来的深酒 我从妈妈身上学到最大的东西 就是坚持 坚持两个字非常重要 因为妈妈一直告诉我说 这种东西是不能够偷懒的 你也不能够靠别人 假借别人的手 一切都要你自己准备 自己做好 然后给客人吃 客人吃完了以后 他们会 他们的表情会告诉你一切 心满意者的样子 对那个时候的妈妈来说 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岳永文 李荣基夫妻 守护了这家店一辈子 岳宝盒接棒 延续母亲的好手艺 也延续了一家人 永恒不变的亲情 下辈子还是夫妻啊 确定 应该是很难了 可以的话 我还要怎么做夫妻 永远不会忘记她 不会 这不会 这是我的初恋 我希望 能够有好的生活的话 她可以赶快去投胎 但是 在投胎要喝孟婆汤之前 要记得回来看我们 我不会忘记她 我感觉到她在旁边 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刘寒竹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艺人林志颖的大哥林志杰 两年前在台北四平街摆摊卖肠粉 凭着好手艺 加上身份特别 让她因此爆红 但后来因为沉重的房租压力 让她不得不忍痛走出四平街商圈 而如今她东升再起 从新店安和观光夜市重新出发 志颖她蛮赞成的 她的想法一直很真相 她不会觉得 你丢我的脸或怎么样 她就是说 大哥你就要好好做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跟我商量一下 大家都成家立业了 就是真的得靠自己了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她能帮忙 我觉得是幸运 熙来攘望的人潮中 新店安和夜市灯火通明 诱人的食物香味阵阵扑鼻而来 艺人林志颖的大哥林志杰 早早做好准备 一开摊就吸引TALK上门 蛮特别的 一般都是在那种饮茶吃到那种 不太一样 它的比较Q 对 它吃起来比较扎实 它芝麻很香 我的家酱很香 它这是脆脆的 放一勺的米浆进去 然后把它铺满 卷肠粉就是没有加料的摘肠 它就是纯米食的一种肠粉 它在香港的街边小吃又叫猪仔肠 因为它卷起来很像猪肠子的样子 听说是林志颖的哥哥才买 又买Q彈的 还不错 好吃 我觉得要手艺好 身份的话就是加分 手艺更好的话生意会更好 老板的东西好好吃 出炉 超保达人就是志颖 然后米食专家就是我 其实不应该叫米食专家 应该叫肠粉专家 然后明星男神就是志颖 两年前林志颖原本在四瓶商圈 开一场粉店 林志颖当时还献身力挺 又能明星弟弟的光环加持 带动了人气和买气 瞬间爆红 其实他那时候 他也不是来打广告 他就是刚好一个签唱会 在那边一起举办 对 然后顺便可以帮我 我本来也是在四瓶街那边卖而已 我也没有打任何宣传 就媒体有媒体去报 然后隔天各大报就跟进 但碍于沉重的房租压力 和当地消费形态的不稳定性 于是林志杰决定 并离开四瓶商圈 转战到安和夜市 另起炉灶 那边的形态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成本 其实是不堪负荷 因为那边上班族居多 所以他是很短的时间内 涌入大量的人 那你就要大量的员工去应付 可是他又有淡旺季 所以你的获利可能会 就会在淡季被吃掉 因为这个夜市它不怕下雨 然后它规划的也还不错 那租金方面也蛮优惠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来这边维持住那个手艺 林志杰回想半年前 刚到安和夜市摆摊时 生意好到没时间上厕所 还一度得穿上尿袋裤工作 这个就是生意太好的时候 要穿的那个尿袋裤 因为我设计的工作的人 是一个人 那我也不会让客人去等 所以万一真的很尿急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裤子 挑战到夜市摆摊 希望人潮带来前潮 连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曾上门光顾 刚好姻缘巧合吧 他要选总统嘛 然后夜市的活动的部门 就就刚好有安排到 那刚好那天活动流程 也刚好走到 纯粹只是偶像而已啦 对啊 做吃的还是要好吃实在为主嘛 那个磨出来就是很绵密 石墨磨出来的东西就是很绵密 乳白色的细致米浆 缓缓流下散发浓郁米香 林志杰不只肠粉自己做 酱料也不假他人之寿 这个是炒好的花生 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机器磨成酱 我只是想说 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 对 如果那时候没有被报导出来的话 可能我做几个月我就收掉了 可是 刚好上天给我这个礼物 让我有这个知名度 那客人的反应也非常好 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酱油膏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东西 而且至于煮的话 它成本可以降低很多很多 做起事来相当认真 其实林志杰过去可是 拥有百名员工的大老板 在大陆经商卖时尚南包 在商场上呼风唤雨 每每回想起那段风光岁月 心中都有无限感触 这一排就是我以前的包包 我有一些不错的包包留下来做纪念 对 这是我的过去 一个月一百五十几万人民币的营业额吧 然后工厂大概有一百多人 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的通路卖 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摄影棚在拍 我们本来想说 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被淘汰了 可是新的商业模式一直在创新 所以我们是做网路的 它在时代的尖端就被淘汰了 我们是两手空空去 两手空空鬼 这个是我爸爸在那个办公室刮的 那以前我看不懂 现在我看得懂 我觉得创业 创业难 可是我创业好像都蛮简单的 我难在守城 守城真的好难啊 一个事业起来可能几个月 可是你要把它延续下去 然后维持住 真的好难 真的好难 这需要很大的努力 人在低潮时都会有一番体悟 林志杰即使身处逆境 也不放弃希望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考了中式米食秉级执照 把学做肠粉这件事 当作人生新目标 在广州十年嘛 我就常常 每天早上都吃肠粉嘛 那我就发现其中有一家老板 生意非常好 然后他开的是进口车 那我想说奇怪啦 我开工厂开的这么大 员工这么多 我都只开国产车 为什么他能够开进口车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也要买肠粉 而且我精算了一下成本 我发现肠粉的利润是不错的 直到曝光以后 其实就有一些 家人就有一些意见了 因为他觉得摆路边摊啊 或做夜市啊 比较不好 对 他的面子会挂不住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赚钱养活一家人 然后有一个 稳定的生活 就这样而已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这样而已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也不偷 也不抢 也不骗 做做小生意 其实有什么不好呢 我刚在附近那个找饭吃 然后他们说最近附近有这个 买肠粉 还送专辑的 不是 买肠粉送专辑 志颖他蛮赞成的 他有送我一个人行力牌嘛 然后那时候我要离开四平街的时候 我就说 志颖那我去摆夜市的话 那个人行力牌 我可不可以拿来用 他说你拿去用啊 没关系 我说这样会不会丢你的脸 他说不会啊 他说如果你那个人行力牌 可以让你多带入一点收入的话 那没什么不好啊 而且你到夜市 本身就要有知名度嘛 对啊 那我觉得还蛮窩心的 要夾肉吗 对 要夾肉 要夾肉 夾肉就夾肉了 对啊 对 以前的 两滚就好了 其实肠粉的肉 比较适合用那个有嚼劲的肉 就是后腿肉 那台湾特有的黑毛猪 其实口感会比较甜 然后加上又是温体的 所以那个味道会特别的不一样 他就很卖腻啊 他也是到处挑选猪肉啊 后来贤力嫌还是 买他的 还是回来这边啊 然后到处去布点啊 他现在不要跑到新店去了 三兄弟其实都很不良 各有什么 尽心尽力 态度无可挑剔 林志杰专心拼生意 虽然先前吃过很多苦 不过他很感谢老天爷 为他指引了一条崭新道路 坚持梦想往成功迈进 有时候真的很孤单 走这条路是很孤单的 会让你想放弃 真的 可是你看到人家 就是有时候你去做肠粉 给人家吃的时候 然后人家觉得肠粉很好吃的时候 你又受到鼓舞了 其实有一定的年纪了嘛 对啊 那也没什么好不释怀的 真的 现在就是能够把孩子养大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事业 那看能不能做 台湾的肠粉之神 这样就OK啦 当人生即将走到终点时 您最想念什么味道呢 2017年有一位22岁 患有血癌的杨同学 住进了台大的安宁病房 但他思思念念的是 是曾经在高雄吃过的寿喜烧 老板游子萱一听到 立刻搭高铁送过来 感动了不少人 而为什么他这么做呢 因为游子萱曾经插点饿死 后来别人施舍给他 一碗辣萝卜炖大肠 让他立志永远要当一个有爱心的人 之前答应他要带他去 但是拖到他复发的时候 都还没有带他去 结果老板跟我联系说 他愿意亲自送上来 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 饭桌是你们应该 应该都会这么做吧 对啊 就是 没有理由不去做他 肉的质感都不错 然后蔬菜也很多种类 所以就觉得很好吃 他汤头就是不会油腻 然后口感很好 幸福的味道很难比拟 一定要来吃喔 锅里喷香冒泡的寿喜烧 就是延伸在高雄小巷弄的正列之宝 证明了酒香不怕巷弄生的寻宝真理 它的食材比较丰富 而且肉片的话也厚度比较厚 我的沾酱的话主要是用萝卜泥 然后加一颗全蛋 然后再加上一些七味粉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会让肉质非常滑 这里的寿喜烧是吃到饱 不仅肉品还有蔬菜种类多到爆 但让客人再不绝口 这画龙点睛的主角寿喜烧酱汁 这可是老板游子萱的独门秘方 里头加了鱼干 味淋 酱油还有酒 所熬出来的 我们不会就是加盐去煮 所以你不会就是吃到后面 就会变成是嘴巴会干干的这样子 真的吃法就是料酒 然后可以加进锅子里 就是稍微加一点 然后在蒜肉的时候 它会带一点淡淡的香气 老板强调不加盐巴熬出来的天然汤头 曾经有人为它魂牵梦吟 感动到老板亲自快递300公里远 来到爱宁病房送上这一锅 充满爱心的寿喜烧 事后家属在脸书PO文感谢 感谢寿喜烧的老板 特别带了寿喜烧上来 弟弟哭了 他說我很想吃 但是嘴巴好痛 而老板的眼眶 也一直是红红湿润的 还记得2007年10月17日的新闻片段 一位22岁患有喜癌的杨同学 住进了台北台大的安宁病房 但他思思念念的 就是在高雄曾经吃过的寿喜烧 我就想到我之前答应他 要带他去 但是拖到他复发的时候 都还没有带他去 结果老板跟我联系说 他愿意亲自送上来 其实让我非常地感动 换作是你们应该 应该都会这么做吧 对啊 就是没有理由不去做他 跟他说你是谁 他要提到你 他很开心 我就觉得老板这些冲上去 也是还不错啦 因为毕竟人啊 一生当中 如果真的不小心 要闭上的时候 都会有想要吃的东西 在新闻看到这个老板 他为了癌症的小朋友 亲自为了说要吃寿喜烧 送上去台北 很感动啊 高雄已经没有这么 有温暖的店家了 所以我很愿意一直来支持 游子萱亲自送他的寿喜烧 感动了不少人 但对他自己来说 开这家店也是为了一个味道 辣萝卜炖大肠的滋味 他要永远记得 这位与他没有血缘关系 却叫他一声爸爸的 中村一致 谢谢 就是一直没有讲 就是一直都来不及讲 一句简单的感谢 里头却蕴含千言万语 外表酷酷的游子萱 其实内心是很感性的人 在他以为整个世界 都要遗弃他的时候 在高雄开居酒屋的日本老板 中村一致 递给他这碗 辣萝卜炖大肠 那时候也没有钱 整间房子收完三十块零钱 因为考虑要加油 还是要喝水 还是要吃东西 对啊 所以那碗饭 可能别人觉得没什么 可是会记 就是自己会记很久 其实辣萝卜炖大肠 在日本是一道很家常的小菜 但对二十年前快饿死了他来说 是人间美味 就是他有一个萝卜的香气 然后跟那个酱油跟菜鱼的香气 混合在一起 然后萝卜有点辣辣的这样子 吃起来微辣的滋味 游子萱二十年来一直记得 但他这辈子却没有机会再说感谢 真正溃蹄是在四年前开店的第一次料理 第一次做的时候 其实做到是有点崩溃 第一口下去直接蹲在地上哭 然后他们就问说 哎 怎么了 再换瓦斯啊 没事啊 会哭得这么惨 是因为中村爸爸十年前过世了 让他触起伤情 而游子萱一直很想要做出 爸爸的独门酱汁 但就差了这么一位 那后来想到的时候 你觉得说是爸爸跟你讲的吗 会觉得是 其实这边开店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厨房后面好像都占一个人 就是看你在做事情这样子 后面是朋友跟我说 你的旁边有跟一个人 他还跟我描述他的长相 然后我就说 那我大概知道是谁这样子 游子萱靠着回忆 做出了很多贴近爸爸味道的料理 但他自己也创造出 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像是知道客人超推荐的中华丼 酱汁要够浓 就是扒得住饭 对 不能水水的 水水有点会像 你知道说 南部都粉汤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神井蔬菜 肉类 海鲜 配合它的勾芡 滑顺入口 让我的胃瞬间被填饱了 一勺看似简单的欠枝 成了入口卡顺的秘诀 对游子萱来说 宗春爸爸就像是这欠枝 让他弥补了人生的缺口 因为国二时父母亲离异 他无法接受 人生整个都颠倒了 家庭的经济状况会 就是突然就下降了 那你就会开始去 侦探一些周到的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别的同学放学 然后说去吃婴儿 玩笑话的去吃婴儿 让游子萱更自卑 上了大学之后 加入了摇滚乐团 当起了鼓手 除了发泄 更想借着音乐肯定自我 但换来的却是父亲的蔑视 家里就会觉得 你要玩乐团 那你更坏 那那时候就是受不了 19岁的游子萱 离家出走 穷到只剩下一口赌气 台湾那时候跟我分享过说 他比较没钱的时候 他会去直接买太白粉 面粉 直接回来勾签 然后直接做个 类似蛋饼皮这样直接吃 无以为继的他 被友人介绍到 现已席业的中村居酒屋打工 老板就是中村一致 新子我进去的时候 他就介绍说 他叫新蒋 叫他姐姐就好了 然后说这个是中村 叫他爸爸就好了这样子 刚好那时候 爸妈也离婚 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等于说感觉好像是 算一个家庭的寄托吧 爸爸就是那种很严肃 不太会笑 这个外表严肃的中村爸爸 游子萱无意中 发现他其实是个暖男 他就买一只 后腿断掉的狗 那我也是问信长说 为什么要买那只狗 那时候我其实不能理解 那他说爸爸看到 但是他会担心那只狗 卖不出去 他是会被杀掉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买回来 这样子 中村爸爸有爱心的行为 也影响到了游子萱 他也很有爱心 就是主厨料理剩太多 他就会包起来拿去火车站 给那些街友 虽然今天剩下的食材不多 但游子萱还是重新煮 凑足了七个牛洞便当 还不忘在上头 打颗温泉蛋 在凌晨骑着机车 跟员工到高雄车站 去送爱心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 还是因为爸爸的小组 就是给我饭吃 那如果没有爸爸这个人 我可能也是街友 牛肉 咖哩 中村爸爸不仅教会游子萱要爱心 也教会他做任何事情 都要正向思考 要坚持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那他不会因为说 你在玩乐团或什么 就会认为你是不好的人 也是我后面觉得 你应该要带给人 是正向的力量 正向的人生 就像游子萱手中的鲑鱼烤饭团 靠自己的双手捏出人生的形状 这是第一次吃到烤的饭团 实在是在那边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我就把它按下水用这样 游子萱在店里头 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员工说他是一个脾气很好的老板 唯独对餐点的品质 遗传到中村爸爸挑剔的个性 我们饭团他本身饭膜要够 饭才不会散掉 酱油才不会进去 不会太咸 他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太会捏 所以老板就把它全部倒掉 全部从捏 就当天 而且那天还很忙 所以这是他对料理的坚持 他宁愿让客人等 他也不要让客人吃到 不完美的作品 游子萱会这么在意烤饭团 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因为这烤饭团 是游子萱打工时偷偷学的 后来因为乐团的关系 离开了中村爸爸 退伍之后 游子萱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卖起了烤饭团 第一次创业 什么都不知道 你觉得我觉得这东西好吃 所以我应该可以 但你没有考虑到 你的出餐速度 一颗饭团三十分钟 收三十块钱 那是不会赚钱的 烤饭团的生意勉强能糊口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总觉得对中村爸爸很愧疚 偷跑出来 所以也是透过介绍的那一个人 才去跟他们说 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样子 但是他们也说 其实没关系啦 心结解开之后 游子萱他鼓起勇气 回到居酒屋 却看到中村爸爸 用生命在做料理 回去的时候有看到 有打点滴的痕迹 说是因为生病 生病然后还是 没办法还是要来上班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 怎么可以这么坚持 中村一生玄秘面对料理的狂热 之前已烙印在游子萱的身上 这个东西是每天都要黏 所以变成说 有一陣子他直接手都寄进 完全就是手会抖 完全没办法去熬 所以他有一次 就是因为这样子去挂提神 深深影响游子萱的中村爸爸 在民国九十八年时病逝 居酒屋也跟着席灯 老板的女儿新子 回去日本之前 伤感告别的这一席话 触动了游子萱 现在后来说 没关系 反正 就过几年之后 大家就会忘记这个人 但我觉得 她这个想法是错的 这个人没办法被忘记 中村一致过世之后 昔日那间居酒屋 几经历手成了便当店 游子萱也换过了几份工作 当过婚社 卖过东西 绕了一圈之后 她决定自己开间日式秀喜烧店 但创业总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总会在夜深冷静时 买罐爸爸生前最爱喝的冬瓜茶 回到昔日的店门口 就安心了 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事情 就是没办法处理一样 就是想要过来看看 然后问问她 因为爸爸以前是一个 会让你感觉她是一个 无畏无拘的人 那你也很想成为 像她这样的人 为了要努力成为 像中村爸爸一样有爱心 给人正面力量的人 游子萱在店里头 永远都会有这碗 辣萝卜 炖大肠 快点 蒙眼前肌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趕快过来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刘寒竹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乐华夜市 是新北市 钟永和平价美食的 一级战场 光是卖咸水机 最多曾经有 13个摊位同场竞争 而为了招揽客人 就为老板陈永玲 拨命演出 蒙眼剪机的刀法 树立招牌 而原本面店机的她 是个月薪三万的工程师 到夜市卖机 竟然是源自一场 车祸意外 改变她的人生方向 快点啊 蒙眼剪机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趕快过来 不要怀疑 OK OK 她不是街头艺人 但陈永玲 为了在十三摊 咸水机的乱花夜市 抢江山 常常拨命演出special 不到一瓶的摊车空间 就是她展现表演域的 最佳舞台 我觉得她的食物就是很新鲜 而且呢 第一次吃的时候 就忽然发现说 欸 好加芭樂啊 她就有点惊讶 蛮特别的 她的肉很OK 因为她的肉 其实非常的鲜甜 送的那个芭樂 吃起来很脆 然后很不一样 跟其他沿水机比较 其他沿水机可能有时候 会比较咸一点 那她加了蔬果之后 就觉得 反而有一点点清甜的感觉 什么 咸水机加芭樂 你没听错 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就是来自陈永玲的怪典子 在乐花夜市 有十三间咸水机 为了同中求异 陈永玲突发奇想 如果搭配0.5公分厚 小指节大小的芭樂 或许能突围 陈永玲独创芭樂 咸水机 在夜市意外爆红 我们这种机 通常都是使用老母鸡 而且也都是 卫生安全电载的 我们这个鸡 要把多余的油拔掉 才不会造成高汤 整个油脂都太油 洗完烹烹的老母鸡 准备就绪 陈永玲告诉我们 让咸水机鲜甜的秘诀 强调纯天然食材 我们现在放一些洋葱类的 我们先放纸洋葱 红萝卜 番茄 苹果 提升鲜甜度 再加葱蒜去腥 陈永玲说 咸水机会好吃 还有秘密武器 这包就是我们特殊的香料 然后再加上 我们用天然的中药 来做防腐剂 包起来就是 不希望被大家知道的东西 对 就是香片 我是这边的常客 发现它的口感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特别的鲜甜 它的肉质 它的皮非常的Q Q到让我觉得说 吃下去就是 让我觉得很像是醉鸡那种 一锅炖煮咸水机的高汤 陈永玲料理起来有条不问 但他其实原本是月薪三万的工程师 在夜市卖起咸水机 源自一场车祸意外 那时候要赔这三十几万的时候 才发现 结果我做了一年半来工程师 口袋竟然都是空空的 是跟我爸爸借的 我本来是找了我一个学长 要一起卖咸酥机的 后来他放我鸟 一个人做咸酥机我做不来 我后来就想 我可以来做咸水机 除了跟父亲借三十几万赔车损 连三万块创业基金 也向父亲求助 他锁定卖机 并不是乱枪打鸟 他的父亲开过土鸡城餐厅 当年大厨对这位小老板 训练起来也毫不手软 我配菜的时候 还被师傅把菜丢回来过 你那个丝瓜怎么切的 有的厚有的薄 这个熟的那个烂的 但也是那个师傅教我最多了 一直训练我味觉的敏锐度 虽然开土鸡城 与咸水鸡都卖鸡 但光是竹鸡 陈永玲就受挫连连 我们土鸡城 卖的就是白斩鸡 只是一个是用土鸡 一个是用老母鸡 以前那个肉质鲜嫩 这个为什么肉质这么硬 所以我就用焖煮人 我大概焖三个小时 它就会肉质 就会比较鲜嫩一点 我是本身卖鸡肉的人 我再吃到这个鸡肉 我就哇 好吃 来 这个请你吃 来 这个你的 弟弟长大再来拿 陈永玲在夜市常与客人 谈笑话家常 因为这是他拿手项目 大学时他可是学校的 风云人物 但大学念电机的他 沦落夜市卖鸡 不论师长与父母 都相当错愕与不舍 我毕业的时候 还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代表 当初他跟我说 他要卖鲜水机的时候 我觉得 你疯了吗同学 这种这么难做的东西 你这样做下去 我看到老师的时候 其实真的 抬不太起头 我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其实我刚创业的第一天 我爸妈他们有来 我妈 他是舍不得我 他回去的路上是哭的 孩子养那么大 花这么多钱教育 结果去做夜市 家人的不舍 成了陈永霖必胜的动力 于中药师研究后发现 胡椒容易上火 甘草可以抑制火气 清华桂香气独特 银杏可温润益气 经过两年调整 演变成为咸水机搭配 混合20种中药的独门胡椒粉 让陈永霖的咸水机 在乐华夜市一军突起 但他说刚开始卖鸡 傻傻的 剪的时候不会闪骨头 手长长半夜痛醒 最后终于研究出去骨刀法 像这样抓起来 好 先取脊椎 脊椎要取脊椎的前端四分之一 抓全部小腿皮于虎口处 下刀往下再取大腿皮 一小腿皮二大腿皮 好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鸡 都有丰富的汤汁 好 小腿皮二大腿皮 三反刀扣四转五抓六扣七夹 八反手 做这动作 九折 陈永霖的去骨刀法 成了他在夜市蒙眼表演的主秀 独术一格的兰克方式 不只吸睛也吸睛 但十年前夜市菜鸟的他 曾经日卖五百块 还黑影床床 我一个三十半的位置 挤在两个摊子中间 结果呢 那两摊去找 帮我瞧位子的大哥吵架 我学长说 他以前在学校看我 这样风风光光的 从来没看我那种 会惊心的臉 看到人家吵架 除了怕被揍以外 我们更怕的是 这个位置我以后又不能来了 我明天的位置 到底又会在哪里 陈永霖从夜市菜鸟 十年后变成鲜水机达人 在乐华夜市 拥有不少死忠顾客 虽然念电机跑来卖机 但他把理工常处 发挥在数字化的刀工上 每一口都能尝到他的用心 好像在那里面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手势 我们去把它勾 磕下来的感觉像这样 这个是你自己创 创立的刀吧 对 花椰菜 然后杏鲍菇 它都是有把那个外层撕掉 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会刮口 然后也很细致的感觉 我蔬菜也一定要点三份 然后就是 我觉得它蔬菜很多选择 很清爽 每一个的花大小呢 要控制在五十元硬币 到一元硬币之间 它是最适合入口的口感 专业趣谷的鲜水机 你好 你好 好吃的鹹水鸡 好吃的鹹水鸡 我们的鸡肉 棒棒狗吃狗 水果味 刚创业的那几年 拼了命的 我一天都睡三个小时左右而已 最高纪录是一百六十四天里面 只休一天假 所以朋友就越来越少 因为一场车祸 陈永霖到夜市卖咸水机 成了拼命三郎 也因为创新与用心 全台加盟数已经超过一百家 他也从月薪三万的工程师 到年营业额千万的 鹹水机霸主 陈永霖说 卖鹹水机不用靠华丽摊车 一台推车 一把剪刀 也能开创 属于自己的天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寒二代月宝盒 放下骨棒 拿起锅铲 传承守护妈妈的韩国家乡味 追思天上的母亲 而寿喜烧老板游子萱 曾经一度快要饿死 一碗辣萝卜炖大肠的恩情 让他成为了有爱心的老板 以及长粉达人林志杰 不想沾明星弟弟的光环 凭着自我努力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如今闯出一片天 而工程师陈永霖 因为一场车祸 意外开启夜市人生 最后成为台湾的咸水鸡王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全球观众 一起上晋级的台湾 YouTube按下订阅跟分享 我是刘寒竹 我们下期会 我们下期会